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前一阵给大家推荐了电影《决战中途岛》 我说这个片子还是比较符合史实的 有同学在评论区里就问我 说电影有一段情节 战役开始之前日本人搞兵棋推演 推演的结果是日本人失败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个日本军官 强行的修改推演结果 改成日本赢了 说这也忒荒唐了吧 日本人能这么办事吗 其实这段情节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 强行改结果的是联合舰队的参谋长 语元禅中将 这次兵棋推演是中途岛战役之前一个月 联合舰队的高级军官 齐级大和号战略舰搞了这么一次 模拟的就是在中途岛跟美国海军遭遇以后的战斗 袁禅作为联合舰队参谋长 担任推演的裁判和联合舰队的指挥官 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你说这玩意儿能好得了吗 推演呢 搞了这个四天 战斗结束 大和号的舰长松田千秋指挥的这支棋盘上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加克苍龙都被击沉了 按理说推演出这么个结果 大家就应该好好琢磨琢磨 这仗还能不能打 打是不是也得换个打法 这个时候的裁判员兼运动员与元禅说不对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航母怎么能被炸中九次呢 绝对不可能 我们蒙冲八百海救三千能被美国鬼畜炸中三次就很给他们面子了 把结果给我改喽 别人都吓傻了 这都是花了好几天时间推算出来的 哪能随便改啊 元禅说老子是裁判 听我的 改完之后 美军只有三枚炸弹命中 只有加克号一艘航母被击沉 日军大获全胜 元禅这才算满意 瞧我这作战计划多棒 一点都不用改 就按这个来 当然结果咱们也都知道 你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能好使吗 演习又不是演戏 你也没拍军事大片呢 一个月以后 中特导战役 美国人俯冲轰炸机的第一波 正好就是命中九枚炸弹 赤城加克苍龙三艘航母被击沉 所以这一看日本的兵器推演 推才真准 唯一没算准的是 美国人后边又来了一波 把飞龙号给一勺汇了 连带上这个山口多纹与建同臣 所以 宇元禅作为联合舰队的参谋长 中途导战役失败 他算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咱们讲这个二战的时候 经常讲到日本这些个参谋 大部分时候都是瞎耽误事 干啥啥不成 胡参谋乱干是 干啥啥不成也就算了 更要命的是 这帮人还特别爱信口开河 跟他们比这个宇元禅这种操作根本就不算事 中途导战一打完的时候前线参谋汇报 说虽然我们四艘航母全灭 但是也彻底摧毁了美国海巡航空兵 所以这一仗算得上是大胜 中途导战这样的败仗 他们都敢这么忽悠 从此以后也就一发不可收拾 从1942年底到1943年的春天 日本参谋们汇报 总共炸沉了四艘美国航母 击落了飞机一千多架 还摧毁了八个机场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都被他们忽悠了 琢磨着美国人损失这么惨 肯定没剩什么还手之力 于是坐飞机去前线慰问 结果遭遇美国飞机伏击 当场就见了天照大神 山本死了之后 日本的仗是越打越难 但是这帮参谋吹牛屁的本事 是一天一天的舰长 一年之后台湾海空战 日本损失300多架飞机 军舰被打沉了26艘 美军只有两艘巡洋舰受伤 可是日本参谋经过一番统计 最后汇报的战果是 击沉敌航空母舰11艘 战略舰2艘 击伤航空母舰8艘 战略舰2艘 其他各种舰船20艘 令击落飞机212架 战报管这次战役 叫做台湾海战大捷 击沉机上19艘美国航母 其实当时美国出动的航母 只有17艘 也不知道剩下那两艘是哪来的 整个二战日本 自己都没造出这么多航母来 这当然是大捷 战报一出 日本全国欣喜沃狂 天皇颁发赤语 嘉奖有功人员 首相小鸡国招 在国会高喊 胜利就在眼前 连希特勒都亲自发来贺电 庆祝日本海军的伟大胜利 就连美国人差点都信了 罗斯福总统亲自给哈尔西打电报 问你这啥情况 哈尔西回复说 东京变台击沉的第三舰队已经被捞上来 现在正朝敌人方向高速进攻 所以从此之后 日本参谋的大忽悠是一发不可收拾 一直忽悠到1945年战败 估计天皇最后都没想明白 明明我军一路大劫 怎么回事 怎么一直美国人就打到我们家门口来 美国人不是一直在输吗 怎么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 所以日本参谋这种大忽悠真的是太坑人 那你说日本人这么精细这么严谨 怎么会这样呢 大环境所致 谁说真话谁死 日本参谋里其实不缺明白人 比如一个最有名的参谋 就是参谋本部的一个情报参谋 叫绝容三 绝容三有个外号叫麦克阿瑟的参谋 为啥叫麦克阿瑟的参谋呢 因为他对于美军挖跳战术的时间 地点兵力判断的极为精准 就跟他在麦克阿瑟身边似的 绝容三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特别善于收集这个情报 经常偷听美国广播 然后根据广播中股价变动 推导出美军的药品食品的准备情况 比如美国一个生产瘧机药的药企股价上升 那说明很有可能军队要订购一大批瘧机药 那就可能要在某个热带小岛登陆 判断的特别准 而且这个绝容三的能干之处还不止于此 他还给日本设计了一套反登陆战术 以前日本人守小岛一般都是把兵力堆在滩头 绝容三计算了美国的舰炮火力 说咱们这么玩可不行 这种火力之下多少人命往上填都没用 怎么办呢 绝容三就研究出一套新战法 这在咱们讲二战的节目里也讲过 就是50公里原则 什么意思呢 就是放弃沿海地区 退到内陆山区 离开海岸线50公里 超过舰炮射程 美军的火力就会大打折扣 我们凭借攻势就有的打了 实际上太平洋战争后期 日军稍微成功一点的守岛战 都是这么打的 比如冲绳岛战役 登陆第一天美军一个人都没死 士兵戏称这是一次度假之旅 几天之后美国人进入山区 才开始真正的激战 最后美军花了整整三个月 付出将近八万人的代价 才拿下冲绳岛 另外绝容三还有一个特点 或者叫优点 就是实事求是 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所谓的台湾海战大截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绝容三特意去个趟空战指挥部 一看他就发现问题 这些参谋统计战果 全靠飞行员口述 回来一个飞行员 说我击中一艘船 看那船冒烟了 OK这就算一艘战果 完全没有核实 随后绝容三就跟几个飞行员唠嗑 说你们投弹的时候 你们的飞行速度是多少 高度呢 投弹角度呢 天上云量多不多 能见度怎么样 美军的炮火密不密 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 几个飞行员是结结巴巴 啥也说不清 绝容三得出结论 说这些个菜鸟能挣扎的回来 就已经耗尽了全部精力 他们没时间瞄准 也没有时间观察战果 所以他们的话完全不能相信 于是他就给参谋本部 发电报 说台湾海战大截纯属瞎扯淡 但是你想这种话参谋本部能爱听吗 直接就给扣下来了 不光情报扣了下来 你绝容三不是挑刺吗 干脆给你发配到菲律宾 别老在我们眼前晃悠 当时日本军队上上下下都被这种大忽悠的做派笼罩 绝容三这种实事求是又爱较真的性格 在当时是处处受排挤 所以日本参谋的情报工作做的一团糟 就一点不奇怪了 本来实力就不对手 情报工作做成这样 打败仗当然就没有任何悬念 好在这个绝容三是没派到了菲律宾 要是被派到冲绳就遇碎了 肯定长官得让他遇碎 他派到菲律宾还行 最后跟着山下凤儿一块投降 战后回到了日本 他一直活到战后还成了一个著名的企业家 好了关于日本参谋 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 欢迎在循迹讲堂APP和YouTube订阅循迹慢聊 谢谢大家